上個禮拜的重點 大概以上複習一下 上個禮拜幾個重點 如果你確定說 你是不是有學會的話 當然第一個 把iTaiwan的資料下載 下載我們還是手動 不過今天的話 我會希望你們 不要用手動的 因為我們直接下載 下載之後再把它開啟 或者匯入 但是其實現在有一門 很重要的一個技術 叫網路爬蟲 那也就是說 我希望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去下載 而是你可以直接 寫個程式 它自動就幫你把資料 直接就下載到你的Excel裡面了 也就是說你不用做一些 很重複性的人工作業 可以把資料下載下來 那好處就是說 如果你資料量很大的時候 那這樣很方便 你先按一下有沒有 全部資料都通通幫你 把它下載下來了 那你就可以做後續的統計分析 不然的話 光那個人工作業來以前 你要Ctrl C Ctrl V浪費時間 或者是你要下載再打開 或匯入 其實你滿浪費時間的 所以今天的重點 基本上大概兩個 我是希望說 可不可以把簡單的爬蟲稍微練習一下 第二個的話就是 再把那個繪圖的部分 我們之前有做那個樞紐分析圖畫一個圖的 那我如果希望畫多個圖的話 一個圖可能感覺不夠看 我希望畫多一點圖 可以把它並排在一起 那它現在有一個比較 像常聽到的不知道各位有沒有聽過 就叫Dashboard Dashboard其實是儀表版 有沒有 那這個也就是說 如果你希望把很多圖都擺在一起 你可以多面向去觀察數據的話 你是可以這樣子把那個 所謂的Dashboard把它繪製出來 那今天也許我們重點就是擺在兩個 一個是網路爬蟲 那一個就是所謂的那個Dashboard OK 那這兩個其實都還蠻熱門的啦 那Dashboard用的比較多的 像那個有個軟體叫Pow BI 也是微軟公司的 它就是你可以把資料汇進去 它自動幫你把那個圖給畫出來 那這軟體你們可以再接觸看看 但是我是覺得這個軟體的缺點就是說 它比較沒辦法客製化 因為它裡面沒有辦法像Excel可以寫VBA 它沒辦法做一些程式的動作 所以很多地方很麻煩 所以現在大部分狀況都是會先用Excel可以做完 然後再把資料丟給Pow BI去呈現 那可能會這樣做 或者結合怎樣像Python就前置處理 然後在後面在Pow BI結合 那所以呢 上個禮拜的重點就是 把那個前五名的資料統計出來 然後並且錄製那個樞紐分析表 跟樞紐分析圖 然後最後呢 再把那個什麼VBA的部分做一個註解 然後其實裡面還有比較重要的 修改那個樞紐分析樞紐表跟樞紐圖的 那個VBA程式 那最後有一個地方就解決那個什麼 因為你這個工作表名稱不能一樣 所以必須先把它刪除 所以解決重複的問題 然後最後把它刪掉 然後最後好像有一個轉換成範圍啦 反正大概這幾項 那影片的話我都有錄下來啦 所以如果細節部分的不太清楚 請各位自行再回去複習一下 大概在這個地方我都會把影片 放在那個Moodle上方 那你們就可以自己再回去稍微看一下 這個清單 那理論上會給一個播放清單 你也可以按照你想要看的部分 回去再複習一下 那上個禮拜的部分 其實就已經比較困難了啦 我有講過啦 所以你們各位要點心理準備 難度會慢慢增加 所以上個禮拜的東西大概就這樣 按個按鈕有沒有 像這個資料嘛 這個資料好像一萬多筆 Ctrl 向下 10,828筆資料 然後我按個按鈕 馬上就會分析出前五名的資料 當然我們上個禮拜上 最後這個樞紐表 樞紐圖錄下來 然後做註解 不過最後有一個地方 就是如果這個重複的 這個已經存在 你再按一下 它會出現錯誤 所以我多寫了一個什麼 多寫了一個判斷 這個邏輯判斷很重要喔 有沒有 如果有相同的名稱的話 就是這個名稱 如果這個名稱一模一樣的話 那就幫我把那個工作表給刪除掉 不過特別注意喔 這個可能要注意一個問題說 因為這個 這個 這個所謂的 這個所謂的 指的是工作表 物件 刮鬍一的話 指的是第一個位置 所以特別注意喔 因為發現有很多同學 不知道這個 一的意思啦 所以呢 可能你們 好像有同學會多點兩下這個吧 有沒有 台中市的資料 變成說這邊有多一個台中市 好像好像有講到轉換成範圍 如果你沒轉換成範圍 公司好像會出錯 OK 如果你多一個工作表 它不再第一個的話 那你同樣去執行這個程式 跟各位講會出錯 為什麼呢 因為呢 剛剛跑的那個程式喔 它只是判斷第一個的名稱 是不是這個喔 OK 那當然理論上 目前來看呢 第一個絕對不是這個 所以不是的話 它就一定會跳過 就是不會刪除 所以如果你現在執行的話 怎麼樣 欸 還是會有bug 為什麼 因為你判斷的不是第一個啦 OK 那你偵錯一下 它會錯在這裡 那怎麼辦 如果以這個來看喔 你可能要把這個 序則1 改成序則2 然後呢 把序則2給刪掉 這樣就OK了 那當然你程式執行到這邊 這邊會中斷嘛 所以你可以把它倒車啦 我是覺得VBA除錯 還蠻棒一點 就是你可以按下這個箭頭 黃色就按住不要放 往上拖拉 它就可以讓程式喔 重跑了 有沒有 欸 那邊錯對不對 沒關係 你上面再幫我跑跑看 那你可以把它執行啦 不過我習慣會偵錯 偵錯裡面要這樣不拔 有沒有 下一行 它會進去 有 所以這就幫我把那個 續則1 不是 續則2啦 就這一個 幫我刪掉 所以它會怎麼樣呢 幫你把它刪掉 有沒有 所以這個時候會出現 是否刪除 刪掉啦 有沒有 那接下來當然呢 你就可以執行 那就不會錯了 OK 所以喔 理論上喔 把它改成續則2啦 其實就OK了 那你會講說 老師那如果將來呢 我又多按了一下高雄 它變成續則3 那你起不是喔 需要怎麼樣 再把這邊改成續則3 才可以啦 所以理論上喔 如果遇到像這樣的問題喔 可能你就不是說寫一個簡單的if跟end if 就可以搞定了 所以怎麼辦呢 如果像遇到這種狀況喔 通常喔 我們就不是做一次的判斷 而是多次判斷 什麼叫多次判斷 就是你這個地方喔 變得比較麻煩一點 就變得要寫個回圈了 所謂的寫個回圈就是說喔 把這邊的所有工作表的名稱 通通調用出來 然後檢查一下喔 它的名稱是不是叫這個Wi-Fi熱點 前五名線是這個名稱 如果是 那就把那個工作表給刪除 不過難度比較高啦 那邊可能要寫個4回圈 我想難度比較高 如果有興趣的同學可以自己看一下喔 那我大概講一下 因為這個蠻多同學 好像都有問題 所以如果假設喔 你要寫個4回圈的話 一般我寫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我習慣把 把這底下的程式喔 前面加個註解好了 註解的話我是用那個 使程式變為註解 按一下 前面都單引號啦 反正單引號 意思就是說 你不要把它刪掉 OK那如果要寫個4回圈的話 一般是這樣喔 4 後面加一個變數叫i 4i 等於哪一個到哪一個 一般的話呢 會從第一個工作表 一直檢查到最後一個 所以呢 我們就輸入1到第幾個 比如說1 這邊算一下 2 4 5 5個嘛 1到5 Enter兩下 然後打個NAS 先確定一下 你要跑的回圈範圍 我要1到5喔 幫我檢查 檢查什麼呢 其實再來把中間 上面這三行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它的回圈裡面 做一些處理 那一樣喔 把這個前面單引號拿掉 使註解環用於程式 然後呢 並且改一個地方 這一般習慣喔 它在裡面跑 按個TAB好了 下一切喔 如果什麼呢 如果這個I 它調用過來的話呢 所以啊 把2改成I就可以了 有沒有 這邊改成I OK 好 那它就怎麼樣呢 先檢查第一 I的話呢 它會先丟一個E過來 意思就是說呢 先幫我檢查一下 第一個 是不是這個名稱 那NAS之後的話 就NASI 意思就下一個 所以NAS跳回去之後的話 那就變2啦 意思說第二個是不是 是不是 第三個是不是 所以呢 意思就是喔 幫我從第一個 檢查到最後一個 是不是 是的話呢 再把那個給刪掉 如果是寫成這樣的話喔 那基本上就比較 基本上就是 基本上不會有問題啦 OK喔 那不過比較麻煩就是說 你必須要學會一個回圈的敘述 所以喔 未來我建議喔 如果你要做 處理一些大量重複的動作 我們還是就是要學會 如果增加一個4回圈在外面 如果跟之前的比的話 最大的不一樣喔 其實就是 應該就是這個地方啦 其實基本上就是這個 本來是固定的哪一個工作表 那現在的話呢 把它改成 那個工作表的位置喔 它就不是固定的 它就是第一個到第五個 不過也有可能有同意會說 老師那之後如果我又不小心 把它再點兩下這個